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每个角色都有个性化的服饰与妆发外 还要配合角色性格 设计表演一整套动作 这繁复的动作都要靠操控提现来完成 木偶戏起源于秦汉时期 在古代 人们相信木偶可以与神灵对话 每逢婚丧嫁娶或者大型庆典 艺人们都会奉上一出精彩的木偶表演 向神灵传达人们的心愿 艺人在表演木偶戏时必须一心多用 以独特的傀儡调唱出台词 同时每根手指控制一到三根提线 以实现各种舞蹈姿势和武打动作 大型提线木偶剧《肇事孤儿》取材于我国古典四大悲剧 在表演过程中实现了碾药 拔剑 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 成功地用木头人演绎出了一段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泉州提线木偶戏至今已保留了七百多出传统剧目 当你骗荒的时候 不妨来看看这些精彩绝伦的木偶戏吧